大家好,今天这节课要和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就是 如何提升我们发音的质量 我们先从一本教材的内容开始说起 美国有一位吉他演奏家叫克里斯托夫·帕克宁 他编写过一套教材 我个人非常推崇这套教材 它和19世纪的传统教材不同 19世纪的教材从起步到演奏成型的练习曲 这中间的过程比较短 而且有大量的乐理知识需要读者同步的去吸收 像帕克宁这样现代的教材 通常是以循序渐进的学习演奏技法和节奏训练来入门 同时教材中有大量的文字提示 对于读者来说相当友好 而帕克宁本人又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奏家 他在教材中有许多的tips 就是小贴士 将宝贵的经验分享给读者 在这本教材中就有一章节 讲的是如何提升发音的质量 我先把这段文字部分的翻译读给大家听 感谢马伟先生的翻译 职业吉他演奏家身上有两点特质 是普通的业余爱好者所难以契集的 优美的音质与联奏的能力 在本书的附录A中你可以找到有关发音与修指甲的技术细节 你现在就可以翻看这一章节 并在以后的学习中不断回顾 这对你将很有帮助 要努力弹出干净饱满的音调 在弹奏过程中 没有多余的指甲磕碰声 或是左手摩擦引起的杂音 弹奏时的音量也要足够大 从而拓宽声音的动态范围 在力争弹出优美音质的同时 也要去发掘出不同的音色 要演奏出连音 你弹奏的每个音都要与下一个音保持连贯 其间不能有明显的断裂 两只手的每根手指都要保持整体的配合 在音符的变换之间做出快速的反应 这一动作与哑句表演的运作机制相似 你看到演奏家 将手置放于一个靶位 随后是下一个靶位 但换靶的动作却是熟练到你很难看清 这当然是吉他演奏中最难契及的技术之一 但值得你努力去练习 在帕克宁这段话中提到了休止假 关于这个内容 我会在A大调这个单元结束后 专门录一节课来分享 各位也可以试着去阅读帕克宁的教材 关于连奏 建议大家去看一下我已经录制过的一节课程 课程名称叫连奏与歌唱性 收录在专题讲座的合集中 里面分享了如何透过练习连奏 来加强双手协调性的原理和练习方法 帕克宁认为要提升发音质量的要素 除了连奏的能力还有优美的音质 这个就很难去定义了 什么样的音质才算优美 我们来看看帕克宁选择了什么样的练习素材来引导我们 也是这节课安排给各位的练习曲 平安夜 请听示范 平安夜 我们先来看平安夜这首歌 用A大调在吉他上演奏的话 最高音的音域会到哪里 有几个音会是第一次碰到 第一弦 第一弦上的音 然后根据A大调的调号 声发 声多 声缩三个升级号 我们来看看音的位置在哪里 首先是咪空弦 然后声发 声缩 拉 再下去 C 声多 瑞 好 这首曲子最高音 到一弦十平的瑞 好 先记住 好 再来 根据乐曲的分句 我们来合理的分配把位 第一句 我们在第二把位上演奏 好 下一句到第四把位 所以这个C 用四指去按 好 利用这个空弦 我们再回到第二把位 下一句 好 下面仍然是第二把位 好 注意 下面这句 先到第七把位 因为 C 跟 R 刚好在一个把位上 然后小指作为音刀指 回到第四把位 然后用小指去碰一下声多 然后小指再作为音刀指 回到第二把位来 最后一句 好 注意普面上 每一个指法 它所代表的把位的位置 这样合理的分配指法 合理的分配把位 会有助于我们在演奏当中 能够更加的稳定 在最后这一句 这个声多我们可以适当的延长 记着我们以前教过的 Firmata这个记号 然后再回到正常速度 还有就是在帕肯林的教材上 他建议我们弹奏高音时 可以用一点柔弦 或者是 好 关于柔弦的这个方法 我们会在A大调的课程之后 来教大家怎么样去练习 那在这里 如果你能够试着去做点柔弦的动作 让声音产生一些起伏的变化 你可以先试试看 好 如果做不到 那么等A大调课程之后 看我们的课程介绍柔弦怎么练习之后 你再回来做平安夜的练习 把它加进来 然后最后一个是关于消音 扑面上低音有很多修指符 那虽然修指符好像是要消音的意思 但是帕肯林在教材上他补充了一句 在转换低音时 相同音高的低音之间的修指符 可以不做消音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这两个小节 有两个小节 两个小节的低音都是相同的 那么在中间的修指符 你可以忽略它 可以不去做消音 如果两个小节之间的低音 它们低音是不一样的 那么中间的修指符就要进行消音 其实是有一个转换和弦的过程当中 换到一个新和弦时 我们就要对低音去进行消音 所以真正要进行消音的修指符 我用红框把它框出来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就比方说前面四个小节 低音都是拉 第五弦空弦 所以前面四个小节可以不做消音 到第五小节的时候 要先把低音拉消掉 然后再去弹六弦空弦 然后到第七小节 把低音的咪消掉 大概是这个意思 请各位请加练习 平安夜这首歌对西方人来说 无论是演唱或者演奏 都会用最温暖的声音 而不会用粗暴的声音来演绎 所以我觉得帕克宁选择 用这首歌作为练习素材 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下 很容易让读者在练习时 自觉自发地 尽可能地去弹出最优美的音质 如果你在练习时 不是很能理解这首歌 该有的一个气氛或者氛围 那么我建议你可以把它当作 是一首摇篮曲 是一首唱给 强宝中的婴儿听的歌 那我相信你一定不会用 粗暴的声音来演奏 帕克宁用平安夜这首歌 来引导读者 尽可能地去弹出优美的音质 至于连奏 他还打了一个有趣的比方 就是当我们在表现连奏时 我们的肢体语言 就像在表演哑句一样 我认为能做到这一点的演奏者 当我们在欣赏他们的演奏视频时 即便你把声音关掉 只看他的动作 你也能感受到每个音符在流动 今天的彩蛋就请各位欣赏 波兰吉他演奏家马秦迪拉 所演绎的舒伯特艺术歌曲 类之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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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